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走了 等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要是不把这些说出来 我难受 我会后悔的 我想好了 不管你怎么想我 怎么讨厌我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带我去吃过的每一家餐厅 带我去买过的每一件衣服 带我玩过的每一个地方 我都全部记在心里的 永远都不会忘记 还有 你要是 你看哪天不讨厌我了 或者是 想起我了 需要我了 你要跟我说 打电话 发微信都行 等你 吃完了吗 还好吗 还好吗 不好 一点都不好 有点委屈 不过 这些话我说出来 我就舒服多了 也不没有遗憾 那就好 走吧 回家 好 晕朵 我们呀 一定要一起当上众志记者 晕朵 刘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你进公司第一天实习 你就是给我负责制造混乱的人 对不起 干得好 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年轻人做事就是要有朝气 最近你的表现可圈可点 不错 谢谢刘总 你负责的专题 在网上引起了很高的热议 网友对你的评价很高 说你这个专题 视角新颖 谢谢 谢谢 加油好好干 我对你有很高的期待 谢谢刘总 来 加油 加油 这不是我一直以来最期待的吗 我应该要感到开心才对啊 可是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第一名的 云陀你怎么了 这么好的事情 你一张苦瓜脸干什么 没有 行了 别装了 还不知道你 自从这个小船离职之后 你就一直闷闷不拉 来 要这么着 你啊 给自己放个假 放松一下 可是我现在不是应该更要努力工作 保持我的好成绩吗 人放松之后 脑子会更加清楚 做事更有效率 你赶紧去人事部门 写个申请放假的一个假条 我这肯定批 赶紧的啊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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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都考过了 谢谢阿姨白 当初还好给你解的笔记 这是我做过最聪明的决定 你还别说 你写的那些重点还都用上 其实也没什么 考试无非就考那些东西嘛 你看你和杨阳 从小学习就好 不像某些人 一到考试 就九死一生 谁叫他们 每次都临时抱佛脚的 看来我们的对讲是 过来 齐卫芳 你考得怎么样啊 我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失望了 估计不能跟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了 不会吧 你不会是挂科了吧 我不敢查 要是让人知道 我南亚体育大学游泳队队长 因为成绩差别竞赛 传出去多难听啊 丢什么人 什么都不知道呢 就知道自己吓自己 快点的 我不查 你就快给他吧 快点快点 你不查我查了 不愧是像杨阳 也只有她能追得住前锋 你们看吧我不敢看 不会吧 不会吧 你这是什么表情 不会我真的没通过考试吧 完了完了 我 我真的不能参加比赛了 好 您好 请问孙总在吗 我们经理正在跟客户开会 我会尽快安排你面试的 要不这样 你先到里面坐一会儿吧 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 年轻人创业是好事 但一定要脚踏实地 孙叔叔说的是 总之我们晴空网 这次真的很开心地 跟孙叔叔合作 干吗这么见外呢 对了 你妹妹 小不点 这拳还好吗 她很好 谢谢孙叔叔关心 是这样 那就好 那孙叔叔你先忙吧 我就先告辞了 好 去吧 小不点儿 小不点儿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 小不点儿 如果你现在听得见的话 我想告诉你 就算是你最重视的人 已经将你遗忘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人 是为你而有的 果然 我西日风纵横泳谈多年 没想到竟然栽在自己的手上 居然因为考试成绩没及格 退出梦想杯的比赛 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没过 全部都及格了 六十二 六 六十一 真的 哎 向阳 你刚刚刚刚吗 一脸不轻而的样子啊 你看看哪有人每颗都低红飞过 徘徊在及格边缘的 我也挺佩服你的 不容易哈 我看呀 是每一颗老师都懒得在看到你 所以才跟你勉强及格了吧 同志们 朋友们 一起奋斗的小伙伴们 刚刚啊 我是在吓你们啊 其实啊 这些成绩要过呀 你早就在我们人之中一起 身为难体积大勇动队长 我怎么可能 缺席之后的比赛呢 今天为了去个比赛 我今天一定要带大家 好好地吃一顿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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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得正好 我和你说呀 这次考试我们全部通过了 你以后啊 可以继续来看我们比赛了 太好了 对吗 我很期待你之后的表现 一定很精彩 对了 孙儿 你来干什么呀 齐瑞峰 其实 我有事想找你 能给我出来一下吗 可以啊 那我们出去聊吧 什么情况 本校校花 不会就真的被齐瑞峰追到手了 去 这 什么情况 如果你没意见 我去告诉其他同学了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宁儿 谢谢 我跟齐瑞峰说好了 这个周末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 你一定要来哦 我等一下 戏里还有其他的事情 剩下的东西 齐瑞峰会告诉你的 拜拜 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就 该不是在偷听我和杰瑞说话吧 谁偷听你们说话了 我就路过好不好 别臭美了你 哎 对了 刚刚杰瑞说要出去玩是怎么回事了 杰瑞说我们刚考完是想休息一下 所以想约我去他家的度假村玩 可是我觉得吧一个人去太无聊了 我就想约大家一起去玩 你应该会去吧 人家都说了只约你了 你约那么多电灯泡干嘛 你时不时点想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一个人跟杰瑞去吗 我能怎么样 要你别去 说我不喜欢看你跟杰瑞那么亲近吗 说 说你不想看见我跟其他女生在一起 那我就 那是你跟杰瑞的事 关我什么事 谁说不关你的事啊 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 帮我追杰瑞吗 所以怎么不管你的事 这个怎么样 太丑了 丑吗 不好看 好 这个这个这个 太粗俗了 一点也不适合杰瑞 就这个 向阳阳 你有一点品味行不行 这也是我第一次送了鱼给杰瑞 用心点挑行不行 就这个了啊 每次我挑你都说丑 你自己不会挑啊 至少找我来干嘛 你又笑什么 你之前不是说我不懂女生吗 现在我要看你这个真正的女生 到底有多懂女生 还是 你是女生吗 哎 好了好了好了我错了 向阳 我拜托你 拿出你的真心 认真地挑选一个身为女生 会喜欢的礼物 好吗 好吗 这个吧 你干嘛 我试试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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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啊 夏洁啊 你耍我是不是 我耍你什么 早就该认人挑选礼物了 这耳环挺好看的 就像这个 不过 从这耳环看出来 你身上 还是有女性DNA的 你想挨打是不是 行行行 我来感谢你啊 我晚上请你吃饭 不用了 反正我任务也算完成了 就先回去了 你不吃饭啊 不饿 走了 您好 你怎么回来了 考试结束了 泳队就放假了 我回来看看你 陪我去看场电影吧 我们半个小时之后出发可以吗 我去收拾收拾 天哪 这算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活动 独家配方 就靠你了 好舒服 好 好了 怎么了 很奇怪吗 没有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们出发吧 你好 王丁 一大早看见这帮人绝对没好事 没事 把他们关在门口不好吧 云总啊 今天好不容易忘假 咱们一起出去玩呗 来来来来 你们去哪儿啊 站住 站住 韩一文 谁允许牵我们家云多的手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两大丢下我们自己出去约会啊 难得放个假我去看个恋人不是吗 不就是一场电影吗 什么时候不能看 大家聚一起多难得呀 咱们一起出去玩吧 我电影票都买好了 齐瑞峰 你别管他们了 就让他们去看电影吧 不是 这不是看不看电影的问题 这是原则性问题 云总 我问你 你是不是没有跟唐一白在一起 唐一白 云总是不是还没有接受你的告白 你还在追求他 对吧 所以你就别拿云朵男朋友身份跟我说话 以追云朵之名习男女交往之实 云朵 千万别让他得扯 便让他自己去看 走 我们出去玩 走 爹 走 起床 走 这车的音效简直是太棒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音效 对 云朵 你没有觉得音效太棒了 我也觉得太好了 对 云朵 是不是累了 吃点零食吧 你给点安分一点 早上说出来玩 我看你就是为了找个司机 我叫云朵出来 我又没叫你 瞎错什么热闹 真是的 不过啊 你们这一群人都没有驾照 是怎么把车开到唐一白驾的 他让送菜的大叔 帮我们开过来的 这也行 云朵姐 还不知道吧 就连这车 都是丰哥蛮终的那种教练 偷偷开他的新车开出来的 什么叫偷啊 我明明给他留字条了好吗 曲丰 你也真的是能干出来啊 杨杨怎么不阻止他呢 我能怎么办呀 还懒得理他 你就放宽心吧 毕竟袁教练也希望我们出来 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 是不是 一堆歪理 什么歪理啊 如果袁统教练怪罪下来的话 我身份学长一肩成起 放轻松啊 放轻松啊 放轻松 天哪 你都不知道我刚刚有多紧张啊 我只要一想到 这车上都撞的是什么人 我就根本没有办法放轻松了 我们不就是一群 初来教育的大学生吗 拜托 齐日凤 夏洋洋 两个梦想辈的金牌选手 唐一白 一个瞄准世界观点的实力选手 明天 一个吃棒棒糖的小孩 没有了 泳团的名誉之星啊 我刚刚开着这个车 就像开着运钞车一样 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袁总教练和伍教练 还不把我给杀了 还好挺多大了 袁总 你别紧张 我们两个呢 就像爸爸妈妈 带着一群幼稚的小孩出来玩 就笑一下 哈哈 袁总 你刚说倒是挺真的 没事 我们对你有信心 你刚刚不是安全 帮我们送到了吗 马上继续送我们回去啊 啊 我爹老孙老师是让我 好好放松 才让我出来休假的 我现在压力比上班还大 哇 这是我去过最高级的度假村 多亏了英明神武的队长 和笑话业会 还愿意带上我们这群电灯泡 看清楚了 你们才是电灯泡 我 欢迎大家 中午吃炸鸡 烤入去的设备和食材 我都准备好了 你礼物待了吗 干嘛 不希望我送礼物给接了 我是怕你准备了半天 结果又没带 白忙回去 这么关心我呀 你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呀 走 我带你参观参观 好 干嘛 来来 来来 大家快点一起来 生火了 快快快 把这个打开一下 要跑了 快来啊 你还好吗 停 你زanger 草盛 虽然说 personnel 面参观 他們要吃東西 我要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 好吃 哎呀這個照態挺大 比以後的男朋友 人幸福 嘿嘿 你們好了嗎 一起去啊 好 歡迎大家來我家 今天希望大家 把這當時自己夾一盒 多吃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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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姐 你在吗 来啦 杰儿 我准备了茶跟点心 快进快进 尝尝这个 我觉得你一定喜欢 谢谢姐儿 你知道吗 上次我去给齐日风送早餐 你跟我说了泳队的规定之后 我觉得你是个特别直帅的人 我特别喜欢你的性格 真的假的 在游泳队里啊 除了齐日风之外 我最崇拜的运动员 就是杨阳学姐你了 而且 我觉得你跟齐日风好像挺熟的 所以 我想问你觉得齐日风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这么说吧 杨阳姐 作为女生 你喜欢齐日风吗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她这个人可多缺点了 她生活习惯特别差 东西总不收好总乱丢 而且还喜欢找别人帮忙 而且啊 她特别喜欢捉弄人 她总是捏造一堆歪理 让你落入她的圈套 无语死了 无语死了 那不是挺可爱的吗 可爱什么呀 她真是幼稚 只要你落入她的圈套呀 她就会不断地嘲笑你 一直提醒你是她的手下白将 气死人了 而且啊 她这个大男人特别喜欢八卦 只要身边有人谈恋爱让她知道了 她肯定要干涉一下 我觉得挺热心的呀 根本没有人找她帮忙 她越帮越忙 而且你别看她平时活泼开朗的呀 其实她根本就是在找观众 找粉丝崇拜她 根本就是个 自大 厚脸皮 自脸狂 这女人 竟然在背后把我讲得这么难听 太过分了吧 那听杨学姐这么说 你是绝对不会喜欢齐瑞峰的是吗 当然了 她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绝对不可能喜欢她的 杨学姐 你这么直率 既然你觉得齐瑞峰都是缺点 哪一定就是真的 可是我 别别别 姐 其实齐瑞峰她这个人吧 也是有优点的 你说来听听啊 你别看她平时自由散漫的 但其实她对其他人都特别细腻 如果身边的人有谁心情不好呀 她绝对会第一个发现 别看她吊儿郎当的 其实她是希望每个人都开心 都没有压力吧 如果身边的人遇到困难呀 她肯定比那个人还要着急 如果是身边的朋友感情上遇到问题了 她绝对会第一个出来打圆场 你别看她平时玩世不恭的样子 其实她比任何人都浪漫 也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吧 所以吉儿 我觉得她还是值得喜欢的 你接触越久 你就会发现她越多的优点 谢谢杨杨姐 听你说完 我觉得我好像更喜欢她了 我觉得她对你感觉也不错 如果你们到时候真的在一起了 我希望你可以 多包容一下她的怪脾气 她做开心果做惯了 有时候难过的时候她不会说出来 我希望你可以主动地在意她 多去关心关心她 好吗 我们八字都还没撇呢 不过今天听你说完 我现在信心百倍 我还听说完 我说她的意思是 我还没什么事 我应该来说完 我还想说完 我说完 我听说完 没有什么事 我听说完 我还能说完 我还能说完 我还能看帮你 我还能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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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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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这个 送人的妈需要包装吗 需要 好的 对了 您可以帮我写一张卡片吗 没问题 要写什么祝福的话吗 你就帮我写 夏洋洋 生日快乐 原来对你而言 我从来都不是你喜欢的男生 好 四老师 云总 我去度假村玩的时候 给你带的礼物 这 这怎么可以呢 这孩子 价不为例 这个有特别好喝 就是厚劲有点大 不要紧 不要紧 孙老师就厚这个 孙老师正找你呢 云总 这几场的资料 你给我整理一下 下一次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是 在下次比赛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重点回顾报道 孙老师 我现在已经调去娱乐县了 在你放假出去这几天 孙老师是天天黏在刘总办公室里 凭着孙老师这张老脸 他答应你重新调回我手下工作了 真的 那还有假的 愿不愿意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啊 孙老师 我还不干活去 其实我一直都有整理 目前这场比赛 他在总决赛之前有三场积分赛 现在已经比了两场了 我们先说南洋体育大学吧 齐月锋两场下来积分排名第一 团体积分赛勉强进入前八桥 齐月锋这小子 看来他的这个表现 一如广大媒体对他的预估啊 唐一白呢 他 他这两场个人项目的积分是多少 两分 那这第三场比赛就是唐一白的生死战 他要是接下去还拿不到第一的话 那他就没法进入八强 他进不了八强就无缘总决赛 那就等于说 跟这次的梦想杯总冠军无缘了 不过你放心 孙老师 唐一白现在是最好的状态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杀出成为大 云朵 你被唐一白缺粉了 一提到他你就眼睛发亮 好 来来来来来 跟孙老师说说 这个南洋体育大学 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强劲对手啊 现在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所大学新帅林浩阳 林浩阳十九岁 专攻一千五百米自由泳 曾经在新加坡高中锦标赛 拿下一千五百米和八百米自由泳双冠 因此回国后 他被一所大学招揚 成为他们的主力战将 又要碰到这个小屁孩了 玉峰哥 你认识他 就是我去年的手下败将 曾经一直追着我说 总有一天会把我打败 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崇拜我 就是不想说而已 所以我就不想跟他计较了 林浩阳的原意是说 他比你年轻 游得比你更快 总有一天会打在你头上 年车 对呀 这年头年轻就是本钱啊 齐瑞峰 你可别拿去年的比赛成绩 跟现在的林浩阳比 自从他输给你之后 他去了澳洲 做特训澳洲 那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训练奥运选手的地方 这一年来 他的集成比赛成绩 已经开始给亚洲 精英培训队关注 所以训练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你会输得很惨 另外 这场比赛里面 还有一名选手 我们要注意的 那就是张扬 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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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大一新生 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梦想队 淘汰赛的时候 因为他表现突出 引起了关注 这两场继分赛 除了碰上欧阳恒的那场说了 另外一场他是第一名 总计分五分 比你高了 而且他跟欧阳恒的那一场 只比人家慢了0.03秒 所以被看作是 可能会夺冠的黑马 你高练 你找我来 不光是为了看这个比赛视频的吧 是 我查看了他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素材 无论是从他起跳的姿势 还是住水 到游出来滑水的节奏 一直到转身的样子 都特别像一个人 我知道 像我 谢谢 齐瑞峰和唐一白 紧接下去遇到的对手 会是 林浩阳和张阳 对吧 对 都挺强的 谁胜谁负是孰未可知啊 看来接下来的比赛会很有看到 所以我想把这次的报道重点 放在唐一白关键的第三站分析上 好 干得不错 放手干 好 谢谢四老师 丫头 林子跟你联系了吗 这个小子 他请假这么久 按说 他昨天就应该消假回来了 可是他呢 还没回来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 他不是离职了吧 如果你不想接我的话 我可以马上离开公司 再也不出现在你的面前 孙老师要是着急的话 我找找他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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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他这个人我明白的 我一看这小子 就不是干咱这行的料 你啊 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 你随时跟孙老师说话 啊 嗯 谢谢孙老师 嗯 嗯 于本 你最近的状态非常好 速度越来越快 成绩越来越好 你告诉我 你 你偷练了什么东西 啊 吴教练 我用什么方法我能不告诉你 对吧 我最近可能就是 孙老师 教练 你可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无爱情 因无爱 对不对 是吗 对 好 不太这样玩了 不痛 你下去就对了你 这几天训练都在偷懒 把衣服给我脱了 现在就训练 不行 教练 我突然觉得肚子好疼啊 我要去上个卫生间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这个礼拜 你逃了多少次训练了啊 教练 你也知道齐卫峰 那就算下水练习了 也不会好好游的 场景一次不无一次 你不听见了吗 袁教练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是那种典型的 场上去选手 你就不要担心我比赛了 我 我突然觉得我 不行 我突然觉得我的肚子 特别特别疼 我要去上卫生间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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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陈一芳 你给我站住 陈一芳 好了 别笑了 休息好了就训练吧 嗯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宵盛 意外好不容易可以一起定情交纱 绝对不用倒下 你一定要惹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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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